难怪杨过没有结局 你看杨过被谁所杀 小龙女也沦为此人的玩物 杨过退出江湖之时 虽两病斑白 但也才36岁 只要金庸愿意 他完全可以在一天屠龙记的开篇讲述杨过的后续故事 可金庸却没有这么做 他的避重就轻到底有何深意 其实正如金庸自己在后继里所说的那样 他喜欢在书中留下空白 攻读者们自行发挥想象而补足 杨过也一样 他没有结局或许是因为早已被仇人所杀 的确 以杨过的性格 他绝不会对郭敬黄荣袖手旁观 好比杨过在20岁的时候 就多次营救郭敬黄荣夫妇 有时候甚至是舍身忘死 在化身为神雕大侠之后 杨过更是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曾在襄阳城的高台之上 与金轮法王以命相夥 为的就是救出郭湘 可以预见的是 当忽必烈率领十万铁骑卷土重来之时 杨过听闻之下 再次带着小龙女奔赴了襄阳城 在黄荣的预测之下 群雄知道襄阳城岌岌可危 杨过这才献出了玄铁重剑 由郭敬命能攻巧匠 打造了一把屠龙刀和一柄以天剑 刀剑中藏了兵法秘籍 也寄托了群雄的希望 可惜此时的郭湘 却不知自己朝思暮想的神雕大侠 返回了襄阳城 他却在千里之外的西川苦苦追寻 待郭湘惊觉之时 父母以及大哥哥 连同襄阳城都被蒙古打字踏平了 看到这里 相信一些读者会说了 郭敬和杨过强强联手 忽必烈就算有千军万马 也无法攻破襄阳城 你要知道 襄阳城被蒙古人攻破 既然在中途创建大元王朝 可是真实的历史 金庸只能尊重历史 其次郭敬杨过武功再高 也周有历劫之时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黄荣 周国通 英雇 黄耀师等高手 就曾闯入蒙古大营 群雄只是烧了蒙古人的一些粮草 就匆匆而逃 原来周国通被蒙古人的弓箭射成了刺猬 而成英 陆无双等武功较弱之人 更是身受重伤 况且郭敬是襄阳城的精神领袖 杨过又是杀害大汉蒙哥的罪魁祸首 忽必烈城府极深 深蒙远虑 他岂不知击杀郭敬 杨过会象征什么 他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以此击杀侠之大者郭敬和神雕大侠杨过 这样一来 金庸为何在以天屠龙记 对杨过之字不提 似乎就能解释得通了 杨过即死 小龙女呢 你且看看他沦为何人的玩物 在神雕时代 尚未蜕变的杨过 曾带着小龙女走入蒙古大营 见到了年轻有为的忽必烈 原来此时的杨过 为了杨康之死 打算和蒙古人联手 以便抱团取暖 击杀郭敬 当忽必烈见到小龙女的时候 他历时被小龙女的绝世容颜 听得瞠目结舌 书中是这么写的 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 以天地为居室 黄山饮食 与堂上无异 当即有侍卫取过烈酒干服 不列于地 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 心下暗惊 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 神情亲密 问杨过道 这位姑娘是谁 杨过道 这位龙姑娘 是小人的授业师傅 现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 忽必烈何等身份 见识过多少美女 可她仍被小龙女的魅力所迷 以至于刚见到杨过 就急急忙忙 寻问小龙女是谁 可见小龙女是忽必烈的菜 而且在蒙古人的眼里 女人并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 甚至沦为货物玩物 好比蒙古人在大草原上 争夺地盘之时 往往会将其他蒙古人的 牛羊牲畜 以及女人一并掳走 其他蒙古人也不甘示弱 他们也会反杀 将被抢走的牛羊女人 再次抢回来 金庸也借着这个真实的历史 在《射雕英雄传》里 讲述了成吉思汗妻子的此等遭遇 反观小龙女 若她真被忽必烈生情 以忽必烈对她的爱慕之心 小龙女必然会被视为货品 拱忽必烈玩乐 当然 这样的剧情金庸绝不会写出来 毕竟她的著作 一向都是宣扬邪不压正 这也能让我们明白了 杨过为何没有结局 只因杨过早就跟着郭靖 一同死在了襄阳城